但是D2是最多的 其实我觉得最高跟最低这两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字 这证明D2其实扛上的能力非常强 但他们其实需要的是在中期运营的情况下 要有一个真正的C位 他们打团权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一个carry 没有一个核心 输出是非常非常存稳的 就还是那句话 D2火箭现在一定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用自己各种风骚的走位去吸引SC这边的一个关注 好的 那也是这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D2火箭在蓝色方 红色方是SC 看先搬先选是搬掉了Nak Lulu 是 这波搬Nak Lulu是打野这块的话没有更多的选择 那其实这样他们可以理解为D2这场可能会出射手 有可能 对 这种的可能性蛮高 我觉得射手现在这个版本还是蛮强的 包括像鱼姬 对吧 一定只要有自己一个前期的一个优势期经济攒起来 瞬间打对方一个大招 没错 在中期什么四五分钟的时候非常可怕 D2火箭这边还是搬掉了 关羽 是 那么最后一手D2可能会搬哪吒 或者压坑就不搬 我拿个哪吒 把曹操给搬 我觉得搬哪吒有可能会放到第三手 要么不搬 要么不搬 要么就不搬 要么第三手搬掉 搬了蔡文基 那么昨天的比赛当中蔡文基 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没错 因为SC有时候也打无射手 他们在感 其实他们可能感受到对面想拿一个射手位 有种感觉 有种感觉 他们现在开始搬辅助 没错 他们这样一个搬辅助的信号 就觉得对面可能会是打一个比较 核心会比较脆 所以需要蔡文基去不断地回血 但同样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用正面抱团 就拿什么四个 要么三块大肉 一个半肉 或者就是我们想多了 就是一个版本班 也是 也有可能 就是版本蔡文基强 我让他上班位 没什么问题 觉得你这个尘商转化率这么高 是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边最后一手 是搬掉了诸葛亮 这一下剩了两个法师 貂蝉和高健 还有银正 基本上三个 我觉得抢上单的可能性会比较多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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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得拿一个 你不打我都拿 我曹操打野 都不是给你搞不出来 这就其实对于迪奥火箭来说 在BP上面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 如果说真的对方养解人家曹操那个阵容 真的我们刚前面已经领教过了 没错 要再来一次的话 又是那种正面强高 这一手手抢高剑离 是的 托米要唱歌了 那这局对于SC来讲 他们会不会抢一个射手 一个曹操没问题 会不会再来一个射手 我觉得再拿一手哪吒其实不错 我是说真的 这样的话就要逼着DL出刘邦 对 现在其实为什么这个版本高剑离这么强势 也是因为他自己带了一个吸血名文 包括像他自己一个大招的免伤 所以这个时候的问题就是 如何去遏制高剑离这个点 不过在场上没有蔡文基的情况下还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版本 高剑离加孙病也很强 加速 配上高剑离本身大招的加速 瞬间移到光速 闪电下一般冲进这团战当中 打一波爆发 借着孙病的二技能再回解血 没错 还加着对孙病的这个大招 很强势 SC这边是拿一手打野位的达摩 然后这手位置应该是让 迪奥火箭就是 没有更多的一个打野位的选择 因为达摩现在在这个版本的打野 其实还可以 但是他就我们前面说过 他要是不吃经济 就很难受 他就怎么说呢 除非你是一个无风队 无射手队 就是你没有射手位的情况下 达摩能多吃点精气 不然很难 对 主要现在看到空山换了一个狂暴 我希望你不要改回去 再看一下这球果然是搬掉纳和鲁鲁之后 迪奥拿下了一个射手体系 我们看一下迪奥这边是拿到了太一真加马可波罗 没错 是不错的一个阵容 那这局高剑里可能就没有一个很舒服的辅助来保他 没错 王子的标志性效果 上一次被搬掉的 上次这个效果出现还是狂野姐的比赛 花木兰被搬掉的效果 眼睛呢 真大你的眼睛 同样其实我前面也在想 我们前面也说高剑里其实配很多很多辅助 而且这个版本确实是辅助强势期嘛 其实还有一个一种也很配高剑里 装装 装装 免伤 30% 哎呦 我跟你讲这两个免伤叠加在一起 我跟你说瞬间爆炸 SE这边拿到了鱼姬和张飞 三块肉已经出来了 反手非常强 但是这个阵容如何弄死高剑里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对 这个阵容到后期如果是一个出半肉的高剑里 或者说出了辉月的高剑里 你拿它说实话没太大的办法 这局地奥火箭也是补到了一首哪吒上单 还有一首应该是公本武藏打野 是 那这样的两块肉也是不错 SE最后一首会不会考虑拿手东皇太一 不对 不不不法式 法式东皇太一 对我觉得来嘛 法式东皇太一 怎么样吧 曹操肉吧 这个达摩肉吧 我觉得质量快已经够肉了 而且曹操的输出能力也不错 他们这个组合是这样的是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大家看方太一主二技能 来嘛 开团放二技能的一瞬间 砸中第一下张飞一个大招推出去 然后三下全中 对 哎 完美配合 我觉得不错 然后张飞吼歪了三下全空 哎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 对啊 是吧 最后来拿了莫子 没错 莫子加鱼姬这个双poke体系是非常nice 是 双方的这种是选择完毕 第二火箭这边选择的是 太一间人高建立马可波罗 哪吒还有龚本五藏 SC这边选择的是曹操 达摩 余姬 张飞 莫子 其实这一局说实话 SC这边这不太占优势 就肉眼上看起来 因为他们 我感觉还好啊 就是怎么说呢 他们在中后期的一个团战运营上 很实力 第一的话对面明显的 这是可以强开的阵容 对 开进去以后你的一个 就很难打 对面高建立进场说实话 一旦出了一身 到四个大件有辉月的时候 SC这种拿高建立没办法 其实你前面说到 他们在中后期的一个 兵线处理就很头疼 哪吒这个点也够他们烦了 没错 再说了 你如果说一旦 SC这边阵型分散 哪吒直接冲鱼技 而且我跟你讲 还要一个点 莫子这个英雄 他在线上对高建立天崩 这是天体真的 你就是对不过 你是真对不过 听线也比你快 单挑打也比你疼 好学你还不好懂 你只能拿二级能标 你赶上去就是一套 是 真的没什么太大办法 而且你莫子还不敢 拿大招绑高建立 这个是最恶心的 他开始大在你大招里 汤哥 两边一起在 释放大招的时候 想想也美妙 一个正方形 一个圆形 到底是哪边强 到底谁先死 讲不好 讲不好 我现在这个版本 高建立的一个名文 我们前面一直在说 昨天我包括做评论席 赛后的时候也说了 好 一个吸血名文 其实是可以帮助高建立 在缅伤的同时 有一个很好的续航 没错 第一件试神之书 太可怕了 他们呢 怎么说 高建立在有一套名文的搭配之下 再加上试神之书 高达48%的一个吸血率 非常强势 如果再出一个不死鸟之眼 对 就更 48除以50多少 数学学的不太好 好像是 这个 还有10%左右吧 差不多10%嘛 我们来50算 而且残血还能散 更高 就反正60步道的一个性 是的 好的 这场比赛是正式开始 迪奥火箭对阵SC 那么我是今天杰鲍刃 我是杰鲁 李久 那么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话 迪奥这边明显有想法 兄弟 我们看一下召唤是技能 好吓人 一片黄 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正面强刚 就是四个人瞬间怼上去 不不 我觉得哪家 你带一个闪现 有点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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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终结更加适合哪家 因为哪家 很有时候会出现那种残血 收不到 对 而且他的有时候 如果没有斩杀 没有终结 没有终结的话 有时候大招收人头收不掉 对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哪家我觉得带闪现 那就是有点强切鱼姬的意思 是 这局我前面说过了 就如果他们C分推 SC这边一旦有一个人 在跟哪家对线 正面团队就四个人 然后哪家再飞 强切鱼姬 如果说鱼姬一旦前期崩掉 SC这边输出就不够 就蛮写的不错 我觉得就这样子 因为MOS 他一个中期消耗能力 你玩MOS 比我多十几倍 对吧 你会感觉到MOS 中前期其实是很乏力的 但我跟你说 我现在都快不想玩MOS 为什么 尤其五牌手 我现在打到了快国富最强MOS 上野是第一 我真的打得有时候也很痛苦 这场的带来是个进化 被逼的没有办法 他很怕 比如说龚本五藏这个点 龚本五藏打MOS MOS也很不耐 因为一技能还能挡你的炮 对 非常难受 那他带了进化的话 就意味着他没有办法打大招闪现 是 同样的话 中路真的是MOS 这局有点苦 我们这样说说的话 其实SC这边阵容确实有点难受 还好 这一把高杰林没有把MOS压住 龚本已经倒死了 看一技能完美挡掉一炮 直接击杀 这就有点尴尬了 安然是我的炮的 是 没收了 炮我插兜里 4秒钟 暴君刷新 SC这边如果说要强刚的话 唯一有一战之力的是 达摩和曹操 还好曹操可以穿墙 是 这首江小熊倒撕倒得有点快 对 这一首倒撕 我觉得对于SC来说有点崩 是他们节奏做得很好 点火箭一个是经键分配 野区经键分配 还有一个就是正面团 一波节奏 没错 不过火箭还是要好注意的一点 就是比较清晰的一点 就是江小熊这弓门五脏 他的一个大招 CD在那摆前期确实长 那也没办法 对 要不然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SC的喘息的机会 不是 你想这百分之百中的大招 是空不了 你要是在什么 40秒 30秒钟一个 已经受不了了 就像毁天灭地的意思 真的是没办法 如果这个节奏就代表什么 这个节奏代表多少秒能抓你一波 是 我觉得现在也差不多得对 下一波开始了 没错 看一下汉斐 这局汉斐是打得辅助 汉斐这局比之前强 其实我说句实话 对汉斐这个赛季的表现 我之前说实话不是特别看好 因为他在上个赛季 其实进攻性要比现在强很多 没错 这个赛季他的进攻性有所收敛 但是我觉得他需要更胸 我们看一下花七这个上单哪吒 没错 这边不清线 还好清掉 没问题 但是还是肉 是 我们要攻本再次大招 打招被抗 又挡掉一炮 我跟你说天 这个阵容很可 那个1技能还是往后飘的 是 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不是说安然他笨 他不知道能挡 我不会晚点放 墨子有时候炮 低时间必须打 因为你低时间不打 别人的一套技能打完了 你打了没有用 但是你正面打炮过去 就是会被挡掉 这个是天敌 无解 我觉得墨子这局的一个发展 这局还有一个鱼姬 对 同样也是 可能关键性一键也能打 没错 这局D2这边打得很凶 有去年狼群的那种感觉 是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 你前面说汉匪 我要为他申冤 他去年打菊又精 也蛮凶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他去年是打菊又精 今天打的是辅助会和上单 对吧 你不能让他真是太凶过头 我不是说他 我什么感觉 对吧 以目前D2的一个打法 跟态度来说 汉匪需要更熟 也是 他需要打得凶残起来 其实我觉得D2火箭更适配于那种像牛魔 没错 那种压着最后 太阵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看一下这波防守 往前 D2火箭直接两段二人 还是看一下林斗的位置 全交了 这波就打得起来 是 下路马可波罗 一人吃经济 发育很舒服 没错 我们在上一个赛季说过 花旗是狼头 江小熊是狼吻 而之前的King是狼牙 但是在这个赛季King离队之后 其实现在的一个D2 没有一个足够的核心位置 在这种时候 其实汉匪要承担起一个狼牙的责任 有这种感觉 对 他如果这个版本辅助的 因为花旗这个闪现交得很过断 原来闪现就这么多 防抓 不过哪吒 不过哪吒也是 前期因为哪吒很容易死 到了大后期哪吒才强 没错 所以前期他如果要闪现来避免 规避自己被击杀的一个痛苦的话 也是不错的选择 没错 但是七哥是一个很稳很稳的选手 花旗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健的一名上单选拳手 包括有时候打斧肢 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健身的人 健身讲究什么 稳扎稳打 健身讲究什么 用劲 深呼吸 调整呼吸 再抓 没有办法 毕竟有态度 但是此时莫子也赶到 但托米的这个位置封得很好 把对方的一个防守路径全部封掉 还是要撤 这波撤离打得不错 看下多情是不是想选择断 如果说多情和鱼姬正面过来 达摩跟不上的话就一波炸 也不好打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高战离大招在 第二弓奔武藏有一技能 太以真人的这个大招也还能什么 就是还在 这种情况下你封他路也没什么意义 对 如果他们其实绕户是有想法的 但SC正面团战如果说达摩刚刚跟着张飞一起走 我倒觉得他们这波是有一大阵 是 现在的话六分钟双方战场2比0 经济的话 迪奥火箭这边不停靠着野区的压制 所以让经济拉到了2000的经济差 没错 那他们进攻不够凶 还是不够凶 有这种概念 DL有一个问题 他们的进攻性是有区别的 他们的一个前期作战 你会仔细地注意一下的话 他们不爱往别人的线上打 他们爱打野区 在这种时候 他们的一个压力就给对面给的不够 你看到现在 其实他们进攻了满座波 但只推了下路的两座塔 这算比较快的了 在之前的一个DL 昨天包括之前的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对面向上的塔前期不怎么掉 对 拼命地抓野区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你是森林郎 这更多的是马可波罗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参团率 是 马可波罗参团长高的话 会拆塔 我们看这波 搞解这个大开残了 怎么不能打 大没打出来 DL 后面会有一个高剑离大招的真空期 是 所以还有张小熊没问题 可以走 这一波有点难受 看来C会不会选择大招火玩直接拆 但是曹操不在 就不好打 感觉有点难 汉斐这边的一个 其实塔下作战能力非常强 而且弓奔武藏 其实如果说 站在塔前 无限地用自己的一技能 去抵挡你的伤害 这个达摩 单踢一个泰智人 那么开始复活 复活开出来 莫子的炮也交了 那么这一波的话 还可以啊 达摩收掉泰智人的人头 莫子再来一炮 再收一个弓门武藏 这波来C反打 张飞再追 达摩进场 能不能把他关在里 没有收掉 托米闪现离开战场 但是马可波罗美直接一炮收掉 这波的一个站位 稍微有点靠前 我觉得浩蟹都应该在这个位置 其实他在前面 如果没有队友支援的话 他还是比较容易被击杀 没错 就算你有大招 我比较纳闷的一个点 刚才是 虽然CG波团架虽然是赢了 但是一开始没有把他 也真是秒掉是一个 还好不过站起来也正差不多 两秒钟左右吧 然后灵斗应该是一个大招 鱼姬其实没守着交大招 曹操和达摩两个人 但你看托米这个位置 他打不到后面队友 他只打到了一个曹操 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兵哥的这一下走位 是稍微有点不小心 没错 是暴露在了莫子的一个炮击之下 吃了鱼姬一箭加一炮 直接收掉 现在迪奥被一波打了回来 经济的话拉平 没错 我现在对于他们的一个野区的持续抓机能力 他们缺少一个刺客 其实就是 反正我想说一点 就是 我跟D2关系也不错 包括你也是 但是其实D2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说通俗一点就是 前期作战 说实话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不能打团 有这种改变 一打团就容易出问题 我觉得他们的combo可能有问题 就是他们的一个技能释放顺序 他们感觉有点不在团战的状态上 包括配合方面 包括你刚才看 高将一两波大招是开的都不太完美 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整体的配合上其实存在问题 哇 花旗好坦啊 这个肉的程度 飞走了 正面团战只有三个人 这波可以打的 停了下来 没有选择抽 因为近塔的话容易被击杀 正面的话鱼姬是被四人抱团击杀 没错 一波又挡掉了 这样的话中塔拿掉 是否可以选择回一波加补给一下 这个主要怎么说呢 全没大招 这波全没大招 你还要强拆塔 很凶 非常凶 真的敢打 这一炮莫子没有选择轰马可波罗 对 我也觉得 就是如果这一炮马可波罗 轰的马可波罗轰重就死 曹操第三段击飞 真的是走不掉 其实刚才S有一个大失误 你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这个不会说是 也不能叫太大的失误吧 怎么说呢 我觉得不该用一个曹操和达摩 去选择折甲 抓不死 这两个人 他不是有爆发型输出啊 他们这局很尴尬 对 没办法呀 你们不可能张飞去抓人 他们这个阵容 最多就是什么三干二 其实上你刚才说的 其实他们也少了资格 是 就我觉得其实S1和D2火箭 其实战术风格 还稍微有点像 没错 这一场D2的一个 后期的一个凭借在哪 第一是太军的复活 配上托米 我不算兵哥这个射手 因为在有高剑仪的时候 现在双C位的时候 两个核心中间 中单的高剑仪一定是优先级更高的 是的 第二是到后期 以SC的一个阵容来看 这个哪吒飞进场 基本是无解 对 但是SC的一个亮点在哪 不知道到大后期 如果双方都神装 莫死的一炮 可以把一个脆皮打成残血 是 这种时候有破军的鱼姬跟一剑 基本上这个人就死了 这就是一个 怎么说自己的一个技能连招 但对SC来讲 我觉得他其实打出这一炮 加鱼姬的这一剑 还是稍微有点难 不过武藏前期 可以注意到做得非常好 每次几波一技能 挡了关键性技能都不错 没错 有托密被 出了这个破军的鱼姬 这被动的 一个被动 太可怕了 这一炮 丁哥的位置又有点靠前 现在其实这个版本 在对方有莫死的情况下 马可波罗浪不起来 倒是真的 对 因为路径一旦被 就是怎么说被黏住 这边直接打曹操 曹操 曹操这个半血是有点危险 我们看哪吒 装备不想征兆加红莲 而曹操的话 只有一些反上刺甲 和不死鸟之眼 主要曹操空山这边 他没打招 是 他很难受的 没打招打不过莫子 打不过这个哪吒 就算出了不死鸟之眼的话 也会痛 也会痛 其实就是 这个版本的一个 这个莫子是有个什么优势 特别之间强的 他那二技能的一个瞄准弹道 比之间宽了 对 这个是对于广大莫子玩家的一个福音 以前你可能 瞄不太重 现在可能 有可能的命中 但是还是不是很好打 说实话 现在这个版本莫子 不是在排位当中 那种能够自己去carry 现在有辅助 辅助为莫子 别急看一下 太阵 没定到 张飞吼子非常漂亮 作型这波很完美 但是高杰力这波拉开得很棒 直接打到三个人 打死一个莫子残血 莫子这一炮轰到了对方的一个高杰力 但是高杰力这边已经没有技能 他无所谓 看一下曹操的位置 漂亮 一刀劈死了汉斐 莫子再一次大招没有吸回来 多情血量很残 边打边撤 迪奥这边的一个哪吒 位置在一炮片轰动的时候还好 这局 谢谢 莫子没有带闪现 空缠三段位移 往前再一个二技能 看一下王子的位置 王子还想来夺命追魂剑 其实这一场比赛你们会发现一个 这个蛮有趣的点 就是高杰力他非常需要一个辉远 他到了对方后排之后 会被王子的这个鱼姬 加上而然的莫子 两个人一套连招直接秒掉 对 才是这样 这个很难过 而且我们前面还在说这场比赛 其实双方的一个这种打法比较像 其次一点的话 双方入侵的路径都有点像 从这个红方的这样一个二眼 到蓝方的二眼 我们看一下正面这个张飞这个打得非常关键 是 投飞了一个太乙真人 这个太乙真人如果炸到莫子这波 真的是直接炸 高杰力这波打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这边先中一炮 我们仔细看一下他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 DL这边主要是 一个马可波罗被打成四月之后 兵哥残 然后滔滔进场把他打飞 打飞直接收掉 而一个高杰力再进场 瞬间吃到一波连招 直接秒掉 是的 Tommy这边其实刚刚 站位稍微有点靠前 他有点拔尖了 就是我只是在人群当中看了你 你去帮我带走 等一下 花七 飞过来之后二技能 张飞临死之间开个大招 反口掀气一喷 双方互相拉扯 上面两人下面三人 这炮很准 还好 只是打了一波消耗 不过 花七没有大招 哪吒没有大招 我觉得是比较尴尬 刚才感觉 那个 达摩一拳 就是这临头一拳 把空门五脏 张老师打出十米的 有种感觉 好远 现在 枪开这条主宰 前面两人刚注红方 三人的一个轰炸 曹操的下路 这波主宰直接拿掉 正面哪吒一扛三 莫子开大没留住 花七 这边要死 闪剑 等你复活叫完来杀你 一键没中 但是没有塔 这个没有什么悬念 交了好多技能 真的是莫子的大招 然后全交了 起码四个人技能交了个遍 交的差不多了 一个都没留 然后上路四人强是暴团推塔 最多二塔应该守住了 不过刚有个问题就是 曹操居然不在主宰的位置 难道他们 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普通好 看一下正面 还一只人 这场的一个莫子 就是安然这边的二技能 就是瞄正 对方中路托米去的 有种感觉 剑泡泡都是托米 只向高剑离 汉肥这一炸没炸到人 攻门武藏大招直接落地 打飞了林斗 高剑离闪现 进场 透明这波爆发 打得不太够 每次打不到对方的一个后排 还会炸到了对方的鱼姬 王子还能走吗 一直在 来回兵哥在后面 只是来一个大招 马可波罗有点炸呀 收掉了 这一波张飞残血还在旁边 罗扎一个收割 那多情这边 真的是一个张飞 心里真的 没错 大家 关键点都 罗扎只要这样的话 强刚驻对面张飞 是 中路抱团推进 迪奥很稳这波打的 看这波中路有没有兵线 有兵线 就着兵线 那这样的话 确实有机会 我们看一下 19秒钟 有兵线能够一波 可以可以 高剑离直接进兵线 主宰先锋 再一次开大 这样的话 迪奥终于 带着兵线推到对方的水晶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让我们恭喜狼群迪奥 我见 那这场比赛 真的是迪奥拿到的第一个小分 同样的话 我觉得